与1996年武统声浪导致台湾军人24小时穿防弹衣后命 民众彻夜排场对签证离台的情景相比 如今的武统声浪对台左的威慑里似乎大不如前 尽管大陆基建绕台频频 大陆军人喊出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口号 对于部分不明事理的台湾网民而言 仍然意味这是大陆光说不恋吓唬吓唬的 针对武统台湾的条件问题 香港中评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 大陆决定对台实施武统 并非根据军事条件 有没有超越外部干预势力来决策的 文章指出 70多年过去了 还能说解放军没有做好解决台湾问题的准备 尽管目前大陆的军事实力 未必超越外部统一干预势力 但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 香港中评社文章指出 大陆对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 是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来定位的 一直期待两岸同胞能携手推动民族复兴 实现和平统一目标 这是在不掏汹涌的武统声浪中 大陆解放军之所以至今没有启动武统的原因之一 而并非是台湾网民所想的 台湾有美国海峡天线保护 大陆军力不如美国 承受不起战争后果等等 大陆对于解决台湾问题 和平统一始终是首选 哪怕是到了万不得已非要启动武统不可时 大陆还是会尽最大努力 争取以和平手段来解决 原因绝非顾及外部势力的干预 而是绝不愿见同胞相残的血腥场面 因此反分裂国家法也把武统条件讲得非常明确 但一旦启动 则解放军一定是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气势 一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可以说打不打看台湾 怎么打看大陆 打多久看外部干预程度 不打看台湾 不打看台湾 不打看台湾